我们先来把鸡蛋清洗干净 洗干净后加入一小碗醋 再加入清水,浸泡半个小时 便放过内的,我们先铺上一张纸巾 这样子可以保护好涂层,而且能够防止焦底 鸡蛋表面有一层薄膜,我们用出浸泡过后这层薄膜就会软化 等一下鸡的过程中比较好入味 用清水再清洗干净,放到电饭锅内档中 再来加入适量清水 20克盐焗鸡粉 小半碗盐 电饭锅按上煮饭键,开始焗 第一次煮饭键时间完成了,这里面的水分没有减少多少 我们还要再按第二次 水分完全收干,盐焗鸡蛋就做好了,可以出锅 煮鸡蛋的电饭锅呢,我们加一些清水进去,按上煮饭键 煮一下,这样子就比较好清洗,也不会上锅 煮一个给大家看一下,看鸡蛋这个蛋白呢,觉得焦香 吃起来特别入味 方法也很简单,喜欢的朋友可以瘦上起来试一下 那么就先去煮一下,咸 这一遍 鳗鸡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